也好 欢迎收看6月17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蕊慧 三年一届的金牌农村竞赛进入全国决赛阶段 代表花莲出征的光复香大全社区 上个亲期接受评审团限定考核评鉴 不仅社区民众 县政府 地方机关首长 还有农会及导览解说班 全体总动员呈现了大全社区 生产 生活 生态及未来性面面俱到 兼具的生态农业 人文产业在身 评审团深刻感受到大全农村的特色魅力 评审团跟着大全传统迎娶队伍的脚步 走进大全村彩绘故事街 听彩绘阿嬷用彩笔说出大全村多彩的农村生活故事 令人感动 为在光复香大全村内的马太阳市立园区 丰富多元的水生动植物生态 以及在地部落族人 因着生态环境而演化出巴拉高生态补育法 以及石头火锅石农特色 呈现了大全社区三生永续任性的精神 兼具生态 农业与人文产业在身 令评审团深刻感受大全村农村的魅力 每三年一届的全国金牌农村评建 112年8月底县市出赛正式启动后 共有974个农村报名角逐 经过半年的县市政府评审作业 临选出45个县市金牌农村进入全国决赛 代表花令县出征的光复香大全村 上周接受评审团现地考核评分 不仅社区民众 县政府地方机关首长 农会 以及导览解说班等全体总动员 团结一心 争取全国金牌农村最高荣誉 记者是预览 光复册方报导